那这个因为知名统治也会产生一种这种认同的一个错乱 那有些人为了要生存 他可能就去靠这个英国知名统治者 比如说在一个小说叫After the Race 赛车之后这个小说里面 写一个这个年轻人 那是亚尔兰人 爸爸跟英国人做生意 赚一点钱 这个商界王子就把小孩送到英国索交易 索交易的目的就是希望小孩子到英国去 可以认识一些英国这些人 可以建立我们今天所谓的人脉 希望透过这人脉可以发展自己的商业 这种种 那在这个小说里面就可能看到 纠成多的那种嘲讽 小说开始的时候是After the Race Race就是种族 那Race的另外一是竞赛 这是基本上是一个种族的竞赛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听年金出版50周年 特别企划经典年年看 在这个节目中我们会选出50种 夸世代的经典作品 请到熟悉这部作品的各种领域的专家和学者 跟我们一起告诉你在纷乱的世代 该如何又为何我们要重读这些作品 这一集的节目呢 特别邀请到庄姑娘教授 来跟我们谈一谈 杜伯林人 庄教授你好 你好 发行人你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们之所以这一集特别请庄教授来谈杜伯林人 原因其实很简单 因为杜伯林人这本经典的翻译就是庄教授本人 当然杜伯林人在过去已经有不少的译本 但到目前为止 大家公认最好的杜伯林人的中文一本 肯定就是这一本 所以我们今天就请庄教授来谈谈这本书的相关的一些内容 这本书的作者是爱尔兰的作家James Joyce 他出生于1882年 在1941年过世 他一生留下了四部非常重要的作品 杜伯林人 这一本15篇的短篇小说集 当然是其中第一 第二是这个一个艺术家的画像 第三本是一部长篇 也是被公认为20世纪一个很特别的一部长篇小说经典 大家都知道了 尤利西斯 第四部是他的最可能是最后一部作品 有本林根人首页 在这四部作品里头 杜伯林人是15篇的短篇小说集 但是可能一般也都认为是被最广泛阅读的一部作品 而且呢 他被肯定是20世纪一个短篇小说的经典作品 所以他这样一个短篇小说的经典位置 是如何建立的 这个要麻烦庄小说给我们说明一下 杜伯林人是一个写实主义的小说 看起来简单 但是其实是不容易的 一般我们读杜伯林人的时候可能会被他的Ulysses 或Portrait of the Artists的项面吸引了 忘了这个写实主义的一个第一本作 实际上如果杜伯林人他只写了这个杜伯林人以后不再写作了 这一本作一样可以是列入传世的一个经典之作 为什么列入是一个传世经典之作呢 小说刚出版的时候其实也没有引起多少的主意 但是60年代的新批评主义结起以后 发现乔伯斯的这个文本 新批评主义最好的一个研究对象 所以开始就把这个杜伯林引进企业界 为为风潮 一本经典之作要是他只能有一种读法 他就不会是经典 如果他是一个经典 他必须经得起时代的考验 所以在后来进入这个读者反应的这个理论里面 Juizes的小说里面留下很多的空白 让读者要去介入省思反省的那个空间 所以这也变成是一个reader response的一个理论的 一个很好的一个文本 那后来就进入到这个后结构时期 Derrida, Lacan他们这些也做乔伯斯的研究 所以也把乔伯斯的研究带入了后结构主义的思潮里面 那当然了,新主义 一直到90年代初起 后知名主义 Edward Saïe他写了 东方主义这个书出来以后 以往可能只是就文字去读这个小说 但是后知名主义 就是把这个小说带入 爱尔兰的历史迈入情境里面 重新去检视 让这个小说呢 又得到一个新的一个发展 接下来就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 那这个杜柏林的小说里面 也谈到很多国际本土的这个对立 包括Yates主张的这个 这种乡土、怀旧、神话 写的是爱尔兰的传统过去 那乔伯斯呢 他是反而走自国际路线 写是都会的、小市民生活的 是形成另一种的一个辩证 有关爱尔兰直接走国际路线 或是本土路线 这些东西反而是在这些全球化时代 又引起了一个新的一番讨论 所以杜柏林的历久明星 他在历经这个不同时期的 这个文学主义的发展里面 他永远都是要注意 这部短篇小说集 是在1914年出版的 所以杜柏林在写这部作品的时候 我想他反映的是 那个时代的杜柏林的这个处境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 让整个爱尔兰 在面临一个很大的一种 转折跟困境 特别是在英国的自民统治之下 那么爱尔兰的民主意识 开始决醒 争取独立 所以在这样一种变局之下 我想对爱尔兰人来说 不论是生命意义的焦虑 或者是国主认同的增长 都构成了整个突破令人写作的一个很重要的背景 所以想要请专教授再跟我们特别再说明一下 当时候 James Joyce写作的时候 整个爱尔兰所处的时代背景的转折跟困境是什么 就是他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说法 他说爱尔兰人就是一仆二族 他是一个仆人 一个主人是英国 另外一个主人是意大利的罗马教皇 宗教上的一个精神上的一个压制 所以爱尔兰人 现在有两个主人 他只是一个仆人面临两个主人的压力 那这个Joyce在他20大写毕业 然后遇到他的这个女朋友 Nora 两个人就私奔到欧洲去了 中期一生基本上是在欧洲生活 离开故土以后 这也很有意思 Joyce的写作 他虽然人在欧洲 但他写的东西 还有一个很有趣的说法 到时候有一天杜伯林如果毁了 拿我的书 重新可以重建杜伯林 他们每一条街道走路多久 什么店有什么店 他都是想死的记录 所以是一个很有趣的写作 那Joyce他生长的时候 他成长阶段就离开爱尔兰 1916年 所谓这个Easter Rising 复活节起义 整齐独立 那复活节起义之后 就1921年 21年也就是IRA 这个内战 然后22年的内战 最后成立了所谓的自由帮 就是Iran没有完全独立 Iran 32层 26层 变成一个很复杂的一个状态 是一个既独立 又没有完全独立 这样的状态 所以这个时候人们的认同就产生大的纷扰 那这个认同的纷扰 其实也有一些经济的理由 1841年到1845年 爱尔兰发生这个马力属大饥荒 死了一百多万 收母语的人大量减少 再加上这个英国殖民统治 又强制他们使用英文 英国人的这个殖民统治里面 也禁止他们通分 土地贸售 语言 宗教 受教育也是一样 不能靠公子 禁止收母语 这些种种的殖民统治 其实也让在爱尔兰人 处于一种遇祖的状态 那这个因为殖民统治 也会产生一种认同的一个错外 那有些人为了要生存 他可能就去靠这个英国殖民统治 比如说在一个小说叫 After the Race 赛车之后这个小说里面 写一个这个年轻人 他是爱尔兰人 爸爸跟英国人做生意 赚一点钱 商界网址就把小孩送到英国受教育 受教育的目的就是 希望小孩子到英国去 可以认识一些英国这些人 可以建立我们今天所谓的人脉 希望透过这个人脉 可以发展自己的商业之中 那在这个小说里面就有可能看到 Jose 很多人的嘲讽 小说开始说是After the Race Race就是种族 那Race的另外一是竞赛 这是基本上是一个种族的竞赛 那小说其实开始是赛车比赛 赛车比赛 一点是在爱尔兰举行 但是爱尔兰人没有参加 爱尔兰人还没有开始比赛就输了 恨怎能当观众 替别人咬紧喊 可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处境 在侧面描述的嘲讽 爱尔兰人的处境 那回到这个金米 到受英国交易 一心要打入欧洲的这个上流社会的圈子 然后就加入他们 他们坐在车子里面 坐车子里面有一段也很有意思的描述 这些欧洲人 法国人 英国人 都坐前面 他坐后排 跑车开得很快 他们前面讲话讲得很快 他只能坐在后面 驱着身子 努力去听 捕捉在风中飘的那些语言 然后很努力的想起句话来回应他们 要加入他们 那事实上前面的人根本不太注意他的 类似这样的这个细小的描绘 那我们可以深深体会到 就是这种写作风格 那这里面呢 也是要描写到 除了这个整个这个统治呢 就形成一种认同的错乱 变成一种所谓的心怀感激的 被压迫者 一种扭欺的心 他其实是被统治人 但是心怀感激 感激你来压迫我 所以整个这个认同上就散灯一个大招 就会是对这个小说明 对这个政治认同的 大招的嘲讽 那这个因为马铃薯这个 带来的这个创伤很多 even现在 到杜伯林整个城市里面去看 杜伯林里面就是两家工厂 一家酒厂 一家饼干店 到现在其实基本上 那个老的市区里面 还是只剩下那个酒厂 就是所谓 Guinness 可以逛房参观的地方 他就给你喝酒 就有点像当年英国卖鸭片给中国 那你在这个快乐的这个 这个当中遗忘了自己的存在 然后为这个他们这个殖民帝国 所以这个人都认同错乱 那所谓隐身 Joyce写这个小说的一个构图 主要的一个主题 叫麻痹 精神的麻痹 弱体的麻痹 跟喝酒的麻痹 精神上这些错乱的 这些认同种种的 麻痹贯穿 整个这个小说 这麻痹让一个人 没有办法采集行动 不敢爱不敢认 包括这个Avelyn的小说里面 这个女生呢 想要跟他的男朋友私奔 最后一个在码头 最后一个 也不敢去 也觉得还有加责任 前面前程是怎么样 所以就困在那个离开 或是守住这个原来的地方 这是一种麻痹的象征 刚才庄教授也特别提到 因为有这样一个背景 所以James Joyce在描述杜柏林人的时候 会呈现出你刚才提到的 这个麻痹的这样一种 特殊的状态 但是杜柏林人里面的人物 其实涵盖着各年年阶层 从童年到青年到晚年都有 整个组合起来 一般评论者 这个庄教授在你 在你的这本一本的导论里头 也提到的就是 总是不脱离 刚才提到的这个麻痹之外 还有包括衰败 困惑等等都有 整个组合起来 James Joyce 想要透过这个数篇 短篇小说里面 呈现出什么样的杜柏林人 Joyce他说 我写小说 我要写一部艾尔兰人的道德史 我的小说将会是一面镜子 用来照亮所有艾尔兰人的真面目 所以他不避讳地去探索很多禁忌的话题 这TY话 这个小说写完 总共10年才出版 不能出版原因很简单 就是出版社发现有些地方 比如说用词用词 或是这个主题 比如说有一个地方 有点超风英国的地方 就不敢出 叫James Joyce修改 就是不改 类似这样的好景点 所以拖延了很久 后来这个政治风味稍微松懈一点 过了10年才出 这里面就是看出他的这个写作 他的态度 他就是不忌讳 他就是要一面镜子 要写灵灵的照出大家的真面目 让大家心里面上真正的觉醒 所以这个觉醒也是他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你怎么样从这个昏暗的当中 结醒过来 看清楚自己的面目 包括这个After the rest 我刚刚提到After the rest 最后一幕 这个Jimmy呢 就跟这一批 这个我做这些人 他真的是这些朋友 这些朋友就设计 弄个赌鸡 他赌博 结果他赌输了 他很糊涂 不敢面对现实 但是他心里面 一直在安慰说 总算见到四面 总算有这一批很好的朋友 这些朋友 就是要来吃他的 但是他也觉得 心甘情愿的 心怀感激的 然后加入这个有大的团体 小说里面他描写 譬如说 刚刚提到说 他不忌讳去探讨各个层面 譬如说家庭关系 婚姻关系 在这个Balling House 技术家剪着Balling House 妈妈跟女儿 合谋 把女儿想办法嫁给一个房客 这个房客是有工作的 当时所有的爱人人 是几乎没有工作 decent job 就是一个很好结婚的对象 所以妈妈就涉及 让那个女儿 两个人就想办法 让这个男生跳进去 不得不娶她 这种婚姻关系 就是一种 没有爱情 金钱 这就一直批评 当成这种母亲的婚姻关系事实上 要把女儿赶快嫁掉 然后女儿嫁掉 你可以 骄傲特性的说 我女儿嫁了 大部分人都嫁不出去 所以这个也是很扭曲的 包括这个小孩子的成长阶段 有一天这个小男孩 在Encounter Encounter那个小说里面 小孩子淘血 淘家出去 遇到一个怪叔叔 性变态的怪叔叔 小孩子其实很纯真的 后来觉得 这个叔叔怪怪的 描写这样的 然后在边缘人 也是一个 有一个野片故事 Painful Kiss 我也蛮喜欢 Painful Kiss 就是一个男生 他的个性上 比较离情所及 跟大家 有点自闭 跟人际关系 比较疏离 他这个疏离 不只是对别人疏离 他的写作上讲 他常用 第三人称 过气势 来写自己 仿佛 写的是别人 连自己对自己都疏离 不时中间 他遇到一个女生 叫Mr.Synical 他们去听音乐会 刚好坐在旁边 整个音乐厅里面 没什么人 就两个人 攀谈起来 然后喜欢音乐 性情投合 逐渐变成是 Soulmate 灵魂的伴侣 等到原来这个女生 就向他表白 这个男生突然间就退缩下去 这边也涉及到 他可能性别取向 个性性别的种种这些 不要说爱别人 爱自己都很困难的 这样的那种 被逐出这个生命响宴的这种局外人 边缘人 这次小说里面 也有很深刻的描写 最后一幕 最后这个女生 因为男生就跟他分手了 Mr.Synical就 吸酒 有一天就 过这个铁道 被火车撞死 这是有关这个社会问题方面 那宗教问题方面更多了 因为就是对这个爱人天主教 素无好感 所以他 他随便描写神物 几乎都是有问题的生物 在那个Two Sisters里面 小说 梁姐里面 这个小说里面 是神父给一个小男孩的故事 神父就是一个比较会赶出的 租了房子在那个小男孩 那个家后面 那小男孩就接近他 他就常常交响 还会给他资资上的启发 资信上的这种启蒙 但是这个神父本身是有问题的 最后的时候 这个神父呢 反而是在那个confession box 忏悔 通常神父是听人家忏悔 一个小说后面一个反转 是这小男孩在听神父在忏悔 就是神父在做一些 不可告的设施 就会是没有名讲 他通常留下很多空白 让大家去猜测 在IV Day里面 一个更好玩的 神父主持步道 那是一个选举的 就是里面传达宗教 而是在讲说 你们要支持哪一个候选人 神父介入宗教的 然后满脸通膨 喝了酒去 就对那个神子人也有很多的批判 对文化也是 这中间这个有一个故事 叫母亲的妈的这个故事里面 就是爱尔兰文艺复兴运动 办音会演唱会 然后这个妈妈为了推销 推荐自己的女儿 参加这个演唱会 谈讨她唱一唱 演唱会多少钱 中途呢 因为那个主办单位 钱只付了一半 妈妈那是女儿唱一半 叫她下来就不要唱 整个是爱尔兰文艺复兴运动 理论上大家应该很热忱的支持 这个文艺复兴运动 但事实上是一个金钱 完全没有那个复兴文化的热忱 这是文化上我们看 那个选举那个最后一张 叫做Ivy Day The Committee Room 选举那些选举 一大群这个人 聚在房间里面 左派人的支持 左边右边中间路线 所有的人通通集合在那里 并下写 没有出去拉票 在那边烤火 送酒来 又送钱来 又走入宫 并看不到那个爱尔兰政治的理想 完全没有 那个小伙子在那边烤火 火都快要熄掉一样 就会是溢在眼外 讲那个火都快熄掉了 所以在政治上 也有这样的这种描述批判 那这个其中一个读来 最依旋深刻的是 叫Two Gallants 富发使者 这些了解两个爱尔兰男生 以什么为业 以骗爱尔兰的女生为业 找一个爱尔兰女生 然后骗那个女生 那女生是一个帮佣 就是主人家偷钱来给他们 这个欺骗爱尔兰自己的女性同胞 骗钱为他们取得享乐为荣 所以这部小说 这个Two Gallants的时候 当时出版社就叫 就是要改 他的男生都这么坏吗 就是不改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 机会了 生存机会 A Little Cloud 一模为一 这个小说里面写的 就是两个同学 一个人出国去了 创出一篇事业 做一个新闻记者 他留在家里面 留在爱尔兰本土 结婚 有个小孩 小说描写是 他抱着一个小孩 然后拿拜伦的诗 小孩子在哭 然后太太在骂他 这孩子都不会照顾 他就是心里面上非常的那种 一个无人的哀歌 被困在那个地方 不能离开 然后看到当时 比他不好的人 都已经飞往腾达了 还困在那个家庭 到底要困在这里 还是要触摸 其实在 刚刚我们录音之前 也稍微聊到 这个 海星有念台大旺文系的时候 念过杜伯宁 台北人的写作 就受到杜伯宁的启发 Little Cloud 这个故事 也在台北人 有很类似的描述 一谈到杜伯宁人 总是很喜欢拿来跟 海星有用的台北人做一个对照 但是所描述的背景 方式大概是不太一样的 刚才描述的 James Joyce笔下的杜伯宁人 确实就是不脱离 衰败 落落 然后绝望 大概用这种特性的明显都出来 个人最喜欢其实是 逝者 因为最后一剪 我觉得蛮有意思的 整个白雪就像覆盖在大地 但那种场面我觉得有两个意义 一个是你可以把白雪当作是一种烟板 把所有的全部埋下来 但是你也可以把他当作是一种洗涤 白雪的洗涤之后 也许明天太阳升起了 重新有一个新的开始 所以我想对杜伯宁人的了解 随着我们的阅读 个人的感受 会有不懂的戒图 就像你刚才提到的 天亮 那又是一个对明天的一个期待 杜伯宁人有四五篇 偏偏精彩 但是你会建议读者怎么样去阅读这个 这个四五篇短篇小说 刚刚这个范先生提到这个The Dead 当然是他的一个经典之作 前面的短篇可能各有一个面向 那这个The Dead是一个综合前面的 可以稍微说 The Dead的故事其实是两个段落 前一段就是一个圣诞节的party 后半段是在hotel 这个男主角叫Gabriel 带她的太太Greta 参加姑妈的这种历美年的圣诞节的餐会 这四难称为就是姑妈单身 姑妈也没有嫁人 然后这个爱尔兰就是好客传统 这个传统上他们邀请亲朋好友 在年终岁末的时候 过这个节制 那这个Gabriel就每年都说要去 因为他是一个大写的老师 他去主持这个party 然后讲话 然后切什么鹅肉 服务大家 前半段的地方是有好几个高潮 第一个高潮就说他同样受邀来参加的 是一个大写的一个同事 叫一个女生 Mr.Ivers 他是一个nationalist 他就说 看到这个贾伯瑞就批评他说 你怎么把你的文章都投到 那个清英立场的那个报纸里面去 我们今天暑假 我们要到那个爱尔兰乡下地方去 上这个语言课程 学爱尔兰语言文化 你要不要去 贾伯瑞跟他说 我才不去 我要去欧洲大陆 路线不同 他就向往的是欧洲大陆 这是很文明 他就说 自己乡土文化 只要爱护 我们都知道欧洲 但对自己的乡土都不清楚 高潮是在party结束的时候 有人在唱歌 那这个Greta 他太难了 听到他能唱 The Lace of Oakry 是爱兰民谣 然后就站在楼梯那边发明 变了一个人 回到饭店里面去 这个饭店叫Gration Hotel 今天还在 他大概因为听了歌 又那个心情 变得一个人一样 他就问他 你知道什么了 他就说 哪一首歌让我想起一个人 以前我年轻时候的朋友 连人 这个小男生很为止 唱歌个人很好 身体不太好 后来他因为要 家人要送他到 Tuberland去读书 最后他就 小男生知道 以后就很伤心 那时候他又感冒 生病 但是知道明天要走 前一天晚上 那小男生就去 送这个女生 那女生在窗户那边听到 有人丢个小指头 在玻璃 他就打开 小男生在外面 在那个树底下 下大雨 他跟我冲去 叫他赶快回家 Greta到清天宿以后 这一个礼拜内 那个男生就 撞毛肺炎 就是过世了 他是Michael Fewy 他就说 有一个人 因为他而死 这个给 这个Gabriel 就很大的 心灵的冲击 他就 就站在那个 那个 窗户旁边 看着外面 开始下雪 他心里想着 这个太太跟我 一辈子在一起 其实他心里面 另有一个精神的恋的 我只是一个 可有可无的 替代物 类似这样的 一个 从感情 从国家民族 从家庭 从语言 从种种 然后有一个 顿舞 最后一刻 就是刚 外景人提到的 下雪那一幕 下雪这一幕 当然是一个很经典 他灵犀用七个 Falling 下雪这个 可以接受 Falling 像雪花飄一样 这一幕 其实让我想到 红楼梦 红楼梦的最后结局 贾宝义 是在 红色的朵空 在那个雪地里面 朝着那房子里面 拜三拜 他爸爸在 他爸爸 看不出 雪地那不是 薄义吗 冲出去 要去叫薄义 薄义旁边有一个声 到 家家都 俗言以了 走吧 可是红楼梦的结局 都是白茫茫一片 真干净 环华富贵 盖一避 怎样的人 所有的人都回归到 他应有的命运里面去 红楼梦 我相信他没有读过红楼梦 不过他们用那个结局 就是我很讶异 是这么相似的 我自己有一个亲身经验 我有一年在 索尔开会 住个饭店 就在索尔西里河附近的一个饭店 那旁边就是德塑公 我今天晚上 也有一个人嘛 就出差去开会吧 就看着那个德塑公里面 大雪纷飞 看白茫茫的 晚上 我心里面就去想起这个Gaver那一幕 也给自己很多的那种 想想这一整年来 自己的学术生涯 自己的家庭关系 自己的种种这些东西 也给自己很多 心理上的那种挣扎 也某种程度仿佛看清了自己 就是因为我阅读这个东西 而得到一个 在生活上得到一个验证 一个体验 就是想象就为什么这样写 阅读像这样的一个经典 总是会想要说 跟我们自己的生活 跟我们自己的生命 会有什么样的一种相互 可以参考对照的地方 所以你也曾经说过 这个乔伊斯笔下的生命 是一场困局 爱尔兰的经验 提供我们一个自我关照 与省私的机会 透过批判性的阅读 读不令人可以引导我们 在生命困局的挣扎当中 增长智慧 我想这是对我们的读者来讲 一个很大的一个启示 你可不可以 给我们寄几个例子 阅读这个乔伊斯 只能慢读 没有办法快读 透过这种close reading 慢慢的日版 进入那个 他所描述的那个情境里面 我们就会仿佛 进入到那个 我们就在那个小说里面 进入那个生活的那个情境 小说的文本就是生活 把它比译成 textuality 像我们的生活一样 所以我们在作为一个读者 因为小说里面 主动介入这个小说的阅读 而成为小说里面的作者 我们跟作者共同书写 这一部小说 因为有你自己的情感 你的从中介入 所以这个小说就对得非常丰富 很多的时候 这个刚刚提到说 这个东西给我自己生命的这个启发 我觉得这个我 学术生涯里面受益 乔伊斯很多 不只是研究 或是教学 生命的启发 我觉得教学给我很多的 这个很好的lesson 我提几个例子好了 我刚刚提到这个 painful case 一个人被出生命想念这个人 然后一个人是一个局外人 上课的时候常常看到一些同学 不属于一个团体 他没有办法加入团体 他可能是自闭症 或是有特殊的这个理由 他的那个机关系很困难 那有时候我们一般 就不太一直注意他 他很困难 大家都不认识他 就是因为读了这个painful case 你会特别去关照他 然后想办法去理解 为什么他在那么孤独 前班同学 他都没有办法加入大家的团体里面 我就会比较多的同情 比较多的理解 甚至比较多理解的同情 业主这个故事给我对一般生活的观察 譬如说在那个Evelyn里面 这个女生就是思考着说 哎呀我到底要不要跟这个男生 适奔到这个阿根廷去 都不一直弄一直去 去的理由是不去的理由是什么 心里面反复珍重 那我说我就问班上的同学 说你会不会跟这个男生告诉你 你现在现在很多不好 你会不会一个男生说我都喜欢你 你跟他就走了 你走了就是进入一个不确定的未来 冒险 或是你要眼前不好 至少我还熟悉的 稳定的安定的这个环境 这些东西也是变成是一个思考的材料 所以每一个人就是真正去想要 假如是你的话 你会做什么宪承 这些在阅读里面 变成转换成一个生活的生活 回过头来影响我们的生活的作品 我们都提到了这个 布布林人充满了 James Joyce这位伟大作家的 伟大的文笔 从五十五篇小说里头 都有非常精彩的一些片段 非常美丽 非常感人的字句 我们要抢心 庄教授可不可以帮我们选这一段 你最喜欢的 我想我就选这个The Dead最后一篇 在这个饭店最后一直到最后下写这一幕 他睡着了 贾伯瑞一首 在窗台上心平气和地望着他那 纠葛的法师 和他那围棋的相纯 聆听着他那深层的复习声 原来他生命里有过这么一段浪漫的恋情 有个男人为他而死 但想到自己作为他的丈夫 借在他的生命中扮演着这么不重要的一个角色 他先前的怀恨面对 也就逐渐释怀了 他看着他睡着的样子 但觉得他和他仿佛不曾有过夫妻一场 他一双好奇的眼神停留在他的脸庞和秀法上 他想象着他当年的模样 想象着他在斗阔年华的时候 一股奇异的悲悯之情游览而生 他不愿意承认眼前的这张面容风法不在 但是他知道这结非当年Michael Fury 舍身赴死的那张脸孔 房间里的冷空气也双肩带来了寒意 他小心翼翼的在被单下伸直伸直 在他妻子的身旁躺了下来 一个接一个 他们都变成了幽灵 以及随着时间的流逝 黯然的枯萎凋零 不如趁着满怀激情的青春年少 勇敢地跨进另一个世界 他想着 长在他身边的他多年来 是怎样把那双恋人绝别的眼神 深锁在心里 Jabre两眼泪水荧光 他从来没有对任何一个女人 动过那样的感情 但是他知道 那一定是真正的爱 他的泪水越积越多 昏暗半明之界 想象着他仿佛看见一具年轻的形体 站在雨中的树下 他身旁还有一些其他的形体 他的灵魂走进了那些 英文盘踞的领域 他意识到 但是却无法掌握 他们那捉摸不定 由于闪烁的存在 他自己的存在 也逐渐淡入那灰色不可理解的地界 这些死者曾经一度生存的具体世界 也逐渐消散燕灭 窗台上 极其轻轻的滴落声 引起了他的注意 窗外又开始下起雪来了 他带着睡衣 望着银白灰蒙的雪花 雪雪落在路旁的灯下 该是他起乘西行的时候了 是的 报纸说的门没错 大雪纷飞 铺满整座爱尔兰岛 大雪落在黑色中央草原的每一寸土地上 落在光凸不见一草一木的山丘上 轻轻的落在爱伦沼车上 轻轻的落在更西边的香浓河 那黑色轨捷的河水之中 大雪也落在Michael Fury 潘袭的山丘上 那孤极的墓延上 厚厚的飘雪 堆积在歪歪歇歇的十字架和墓碑上 也落在墓延小门的栏杆尖上 和那光凸的荆棘之上 她的精神逐渐进入仿佛的崩碎状态 她听见雪花落在大地的微弱声音 悄然落下 仿佛进入最后的旅程 落在所有的生者和死者身上 非常谢谢 今天庄教授从各个方面 帮我们对阅读福伯林人 这本经典的短篇小说 做了非常详细的背景的说明 这本福伯林人 庄教授的这个异笔功能是最好的 不止如此 前面有一篇非常好的导读 一本里面还有一篇 庄教授写了将近三万字左右的一个长文 题目是麻痹 杜伯林人的文化病例 我想阅读这些基本的文章 再加上今天庄教授的解说 对我们了解杜伯林人的精神 应该有相当大的帮助 非常谢谢庄教授 谢谢 谢谢